在乌克兰局势高度紧张的背景下,第58届慕尼黑安全会议,2月18日至20日,在德国巴伐利亚霍夫酒店开幕,今年会议主题为摆脱无助感,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了开幕讲话,并与会议主席伊申格尔举行了开对话,古特雷斯对乌克兰冲突发出警告,称现在该真正的让紧张局势降级了。 他认为当前全球安全面临的威胁比当时冷战更加复杂,可能更严重。 伊申格尔称,此次会议是14年来最重要的一次会议,乌克兰局势再向冲突方向发展下去,结果将是灾难性的。 然而作为最重要当事方之一的俄罗斯,却首次缺席穆尼黑安全会议,俄罗斯已明确告知主办方将不会派代表团出席会议。 俄罗斯这次为什么拒绝参加,始于1963年的穆尼黑安全会议,也被称为防务达沃斯论坛。 一般都会邀请全球政界要人、商界要人、学术界专家出席,人数一般在600人左右。 它本来应当是一个开放式论坛,大家各书几件,交流意见,目的是让各方回归理性,降低军事冲突风险。 然而这几年穆尼黑安全会议,成了美国制造北约东扩声势的舆论平台,极力渲染俄罗斯威胁。 论坛议题变成了加强北约才能让欧洲更安全,扩大美国阵营才能让世界更安全。 普京只要参会,美国就会把主论坛,分论坛变成对俄罗斯的批斗大会。 乌克兰半苦煮,痛成血泪愁,欧洲负责抹眼泪。 所以俄罗斯代表团如果参会,场面可想而知。 同时普京也给了欧洲一个信号,我不会总是迁就你们。 尊重必须是相互的。 美国这次派出的代表团,仍然是副总统、国务卿带队的规格。 哈里斯一到德国,首先是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会面。 他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引发严重后果。 先把攻击俄罗斯的调子给定了。 哈里斯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了闭论会谈。 但泽连斯基想要的一切。 哈里斯一概不予正面回答。 泽连斯基事后还得公开表示。 我们不想要战争。 非常感谢美国。 感谢您和拜登总统。 乌克兰军队需要美国的特别援助。 习局天才搞笑能力满分。 他明明知道将乌克兰推向战争的就是美国。 却还要当面感谢美国副总统。 他是想得到奥斯卡金像奖吗? 19日还有一场G7集团外长会。 由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主持。 贝尔伯克解释称。 由于乌克兰局势高度紧张。 因此G7外长决定利用慕尼黑安全会议的机会。 进行紧急会谈。 乌克兰外长库列巴也受邀参会。 在一个全球安全论坛上。 欧洲跟着美国搞G7小圈子会议。 结果只能是加剧危机。 乌克兰危机必将损害欧洲利益。 欧洲政治人物却在有意无意地配合美国。 但是中国这次对欧洲提出了劝告。 这些年来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一直有四位主角。 美国、俄罗斯、欧洲、中国。 不过在这个场子。 中国向来很低调。 也不想当主角。 因为这本来就是美国和北约成员国的场子。 本次会议主题摆脱无助感。 是欧洲人在疫情失控。 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得不到解决。 越来越缺乏主导国际问题能力的心理写照。 但欧洲要怎么解决无助感? 19日王毅以视频连线方式, 在会议上发表主旨讲话。 他讲了很多。 其中有一段是特别针对欧洲的。 冷战早已结束。 北约作为当年冷战的产物。 应该审视多事。 做出必要调整。 如果北约一味东扩。 是否有利于维护欧洲的和平稳定? 是否有利于实现欧洲长治久安? 这是一个值得欧洲朋友认真思考的问题。 我以前多次说过。 北约东扩是乌克兰危机的核心问题。 无论美国释放多少烟雾弹。 都不能改变这个事实。 王毅外长提出对北约东扩的看法。 并将北约定义为冷战产物。 说明中国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不再低调。 北约问题不再仅仅是欧洲问题。 其是随着中国实力和体量的增大。 想低调也低调不了。 尤其这几年美国无论制造什么话题。 都要扯到中国身上。 仿佛离开中国。 美国政客和媒体就不会说话了。 一家赌大赢者通吃是美国人的风格。 合作共赢多边之虚是中国人的主张。 美国为了维持其霸权。 不惜牺牲任何国家的利益。 乌克兰只是其中之一。 一个工农业都具有相当水平的国家。 今天真的是要为美国普世价值而死了。 而美国对四千多万乌克兰人的命运则默然是之。 欧洲同样是受害人。 战争一旦爆发。 他们不仅要面对能源危机。 还要面对难民危机。 2015年叙利亚难民潮至今还在困扰着欧洲社会。 乌克兰难民有多少? 欧洲准备好迎接了吗? 但有一点将是肯定的。 美国既没有能源危机,也不会有难民危机。 据2月19日欧洲媒体消息。 目前欧洲天然气地下储存库中,只剩下不到5%的夏季供应量。 德国地下储存库空了2%以上。 法国空了近3%。 乌克兰几乎枯竭。 去年12月欧洲天然气价格达到历史最高值。 每千立方米2190.4美元。 天然气对欧洲民众和企业来说都是刚需。 但由于乌克兰问题。 北溪二管道开通时间被德国外长无限期叫停。 欧洲缺弃国家只好以高价向美国一传一传的买。 这种行为既违反了社会常识,也违背了经济规律。 北约东扩值得欧洲人为此付出如此大的代价吗? 谁在拿能源当武器? 就是美国。 伊朗核协议被美国撕毁后,白宫卸破全球部的进口伊朗石油。 这是吓唬俄罗斯还是欧洲? 俄罗斯又不怕没石油。 中国则与伊朗签署了石油供应长约,而且绕过了美国结算方式。 欧洲在石油、天然气问题上却总是忍气吞声,以牺牲自己利益来满足美国。 政客们所谓的理由是捍卫价值观。 伊朗不民主,所以它的石油不能用。 委内瑞拉不民主,所以它的石油也不能用。 俄罗斯不民主,所以它的石油和天然气都不能用。 那欧洲用什么? 用价值观取暖、发电吗? 当欧洲能源危机越来越严重,越来越依赖于美国时,工业生产能力必然下降。 成本也必然大增。 这就会出现经济危机。 而经济危机又必然造成欧元竞争力大大下降。 当欧元无法与美元抗衡时,还谈什么欧洲一体化进程。 再说北约东扩就算推进到乌克兰、格鲁吉亚。 对欧洲意味着什么? 欧洲大战爆发是他们开心吗? 俄罗斯在军事上尚可威慑美国。 但经济上完全处于劣势。 然而美国想用经济制裁手段打垮俄罗斯,那只能是痴人说梦。 因为俄罗斯有一个强有力的背靠背战略合作伙伴。 美国知道这一点。 因此像卢比奥这位政客在疯狂叫嚣。 一旦俄罗斯入侵乌克兰,美国就要制裁中国。 中国跟欧洲、拉美、东南亚、非洲,有着极为庞大的贸易往来。 接下来美国是不是要制裁他们? 当美国制裁全世界时,不就是等于美国被全世界制裁? 没有几十年脑穴栓。 美国政客说不出这种话。 美国之所以还敢横行霸道。 欧洲有着重大责任。 他们对北约东扩的纵容态度就是一个证明。 王毅的讲话是对欧洲的劝说。 说得也比较委婉。 对于乌克兰危机本身,王毅还指出。 现在应该尽快回到西明斯克协议这一原点。 因为这协议是当事方通过谈判达成的具有约束力的协议。 得到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和可。 是解决乌克兰问题唯一出入。 нич亭队。 国安理 interaction 五 appropri満olo。 是价值还有乌顿的两个人。 多摃取之 Гос童说。 高雅会和我们告诉准备方程。 这个叫 don Flo!